國慶晚會將會要付出了 他的5000張的票 在今天中午的時候 立刻一釋出 馬上很多人去搶 15分鐘就被搶光了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搶到 江會現在有可能 會到高雄去辦 個人的演唱會 跟陳其邁在那邊 兩個人隔空喊話 說賣賣不要忘記我 所以你這一次沒有搶到 國慶的沒有關係 你還有得搶 高雄的看你有沒有機會搶得到 那現在在討論 是不是在高雄的巨蛋來表演 因為他封邁的時候 就在高雄的巨蛋 國慶的晚會5000張的票 聽起來不少 但15分鐘之內搶光 但聽起來15分鐘 其實也沒有很久 其他的2萬張 3萬張的 其實秒殺 阿妹的2萬張 40秒就秒殺了 江會5000張 15分鐘搶光 這個不知道要怎麼做比較 那更妙的時候 他一搶完很多人哀嚎 說他們這個當機 當了一個小時15分鐘什麼 最後就沒了 他說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我去罵這個UDN 說你們系統有問題 還要登陸會員準時名制 甚至他跟妳講說11點45分 開賣前15分鐘 就已經開放讓人家登陸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就很生氣 然後我們發現更妙的是 臉書已經出現在換票的 有個人拿到了國慶晚會兩張票 而且連在一起的 他要換阿妹的21號 29號跟80號 1280還指定價格 1280要連號的 我覺得有點困難 不過國慶晚會是不用錢的 阿妹的是要花錢的 現在也被發現說 韓國瑜的國慶的宣傳廣告裡面 有所謂的韓國瑜 當年選舉的時候造勢 滿場都是國企的畫面 所以民進黨立委就罵他說 你不要用你個人意識 政黨的色彩 這種畫面 你塞在國慶的這個怎麼行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 要用這個畫面嗎 因為他們找來找去找了很久 找不到在民進黨執政的場子裡面 有大量國企的畫面 所以不得已只好去找韓國瑜的畫面 現在還有這個事實查證中心 被發現說 他們去查一件事情 說居然有人把國慶的 這些小物公佈的時候 有人刻意惡意的 放了一個Q版韓國瑜 在那邊 然後策罵 說你們這些韓粉何噁心 居然會搞出這種產品來 結果後來被發現是造假 事實查證中心還去查說 根本不是這回事 講到這些相關的表演 周杰倫的門票 10月開賣 黃牛代購的價格 一張居然加價6萬 而且這是第一排 第三排 前三排是加價5萬2千塊 二到四樓的是加1萬6 所以現在網路上有一個活動 叫做爬進大巨蛋地下水道 聽周杰倫的演唱會 網友說可不可以知道施工圖 地下水道要去到底要往哪裡去 我覺得這個是另外一種呈現出來 買不到票的那種哀怨 這個請教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 江蕙在2015年宣布就是引退 風邁 他那時候講一句話 他說希望台灣的朋友以後 聽到江蕙這個名字 嘴角是上揚的 讓大家覺得很溫馨 因為他是一個溫暖的惡劫 可是2020年 那時候大家記得 總統選完韓國瑜落選 然後後來高雄發起 罷免韓國瑜 罷免6月6號當天成功了 高雄的議長叫喜坤妍 他很不高興 他就 親生 對 他就親生 親生因為過去江蕙在高雄唱歌 他有受到喜坤妍的照顧 所以他在他的臉書就發了 包括喜坤妍議長 包括那時候剛好 有個鐵路警察被殺死 他爸爸很難過 剛好死在那段時間 所以他說李丞翰的爸爸 你們一路好走 家人也要節哀順變 結果江蕙被民進黨 力營的人出征 然後把他打到不成人形 他只要把他臉書關掉 到現在都沒有在開 結果可以看到 他就那時候就把臉書關掉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台灣 為什麼這麼不理性 他有些東西 他我們講的是一個人情 江蕙是從小女孩的時候 就出來唱歌了 他可以看見世間的人軟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是 既然在台北他就故意 我給麥麥市長 我第一場 我自己的第一場 我覺得他就很顧到人情 就兩邊我都不得罪 因為這就是江湖之道 就是我要有這樣的那個 蔣萬安比較不會怪罪我 因為我國慶先到台北了 其實他付出第一場是給蔣萬安 但歌唱是給陳其邁 歌唱給陳其邁 對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他的溫暖在這裡 你今天看到了民進黨 民黨無時無刻不再想 韓國瑜可能會在2028年出來選 所以他在想這樣 所以很多東西就來卡韓國瑜 對不對 你要盧偉東我就不給你 對不對 我就給你廖達旗 就故意用來這一套 讓我覺得很不必要 為什麼 他們覺得 韓國瑜才是一個有能量 可以再挑戰賴總統的人 他們就把它弄 所以弄很多假的東西 這個其實會讓人家看清 為什麼 因為今天你總統最應該的 就是要讓立法院比較順 你現在在野黨的主席 請問你見過誰 沒有 你要和諧 這是最簡單的 政治其實要有很多的妥協 賴總統不願意 每天要戰 然後動不動說 要不然青鳥就要出來了 那你這個何必 你只有40%選票 你要讓小草成為回頭草 但是你要好好去做 也不要再吃這種歐邊草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畢竟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